是問 哪一個女人不想要一個LV的包包 哪一個男人不想擁有一條愛馬車的腰帶 迪奧 基凡西 古池 迪弗尼 寶格麗等等這些奢侈品牌 是很多人所神亡的 在奢侈品圈裡 當人們還在爭吵著各種奢侈品牌鄙視鏈的時候 殊不知 各種奢侈品品牌其實大多都歸屬於國際三大奢侈品集團之一 比如在中國 大家所熟知的迪奧 基凡西 迪弗尼 LV這些品牌 都屬於LVMH集團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公司 其旗下擁有包括紅酒 香包 珠寶等等的50多個奢侈品牌 但是細細的研究你就會發現 LVMH旗下的這些品牌幾乎全部都是收購來的 奢侈品有可能一夜之間倒閉 但全世界卻沒有一個奢侈品牌是能在一夜之間崛起的 通常都需要時間的沉澱 比如LV路易威登距今有168年的歷史 路易威已經有176年的歷史 LVMH集團被奢侈品界稱為披著羊皮的狼 但是卻在收購奢侈品界的明珠愛馬仕的時候意外折擊 今天咱們就來扒一扒奢侈品界的LV與愛馬仕的巔峰對決 歡迎觀賞摩爾的頻道 長按點贊是對摩爾最大的支持 謝謝 咱們先來了解一下兩家企業 先來了解一下LVMH 它的前身就是大家所熟知的LV 也就是路易威登 起源於1854年 起初它就是以製作旅行箱和幫別人打包行李起家的 因為在150多年前 那個時候能夠用到旅行箱這種物件的人 那也是非富即貴 至少旅行在那個時候也是屬於生活中非常奢侈的事了 當然對於現在大多數上班族來說也屬於一個小奢侈的事 所以LV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面向小眾的生意 而其最為榮耀的事 恐怕就是LV成為了拿破崙三世妻子的御用香包師和打包師 這也是為其品牌注入了高貴的基因 但時代在變遷 每個時代又有著不同的審美 順勢而為的LV 從香包又衍生出了手包、手袋、皮包、行李箱等等各種各樣的產品 LV後來又收購了有300多年歷史的歐洲皇室御用的香檳品牌明月 所以LV集團後面又加了一個M 隨後又收購了世界級的白蘭蒂品牌宣尼師 名字後面又加了個S 所以現在叫做LVMH集團 2021年營收高達6000億人民幣 相當於一個阿里巴巴的規模 再來瞭解一下另外一個主角愛馬仕 這家企業起源於1837年 起初主要是製作馬具的 隨後又延伸出了手袋、皮具等等的產品 因為一直追求純手工製作 提供一流的產品 所以其顧客遍及歐洲各個皇室 一直到近代 其所有的產品都是一個公司設計、製造、銷售 絕不假售於人 其公司是一個典型的家族式企業 因為其企業理念 希望能把自己高雅的產品特色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就與LVMH的到處併購相反 一直悶聲做自己的品牌 也就是造成了吃食品鄙視鏈中 LV拍馬也趕不上挨馬式的結果 其公司股份有近200多位家族成員持有 最高的吃股人也不超過5% 而正是過於分散的股權 被LVMH發現漏洞 寄予了致命的一擊 LVMH的欠伏 實際上LVMH的掌門人阿諾特 早在2004年的時候就開始了佈局 因為愛馬式的股權非常分散 所以為了防範有人惡意收購愛馬式 所以公司內部規定 只要有股東的股權有超過0.5%的變動 就要對外公告 2004年 愛馬式在檢查日常的投資者關係的時候 發現有一家註冊在盧森堡的公司 持有已經發售股份的0.6% 按照公司的規定 愛馬式給這家公司發出了詢問函 但是對方卻並沒有做出任何回應 然後這家公司又通過多重關聯公司 獲得了總計愛馬式4.92%的股權 而這家公司則是LVMH在境外多重關聯的子公司 這個數字不是巧合 因為根據法國證監會的規定 只有達到5%的時候才必須要對外公告 所以只是愛馬式的詢問 阿諾特就並沒有把它當回事 而敢巧的是 愛馬式也沒有把這當回事 LVMH暗渡陳倉收購愛馬式 一直潛伏到2008年 阿諾特再次出手了 既然作為商人肯定想要以最少的成本來獲得最大的回報 那偷襲就是最好用的方式 LVMH與三家投行簽署了股權交換協議 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現在投行用一塊錢一股的價格買了100股愛馬式的股票 約定到未來的某一天 如果愛馬式的股票價格上漲超過兩塊錢一股 我就用兩塊錢一股的價格收購你手中的股票 如果沒有達到 我就賠償你一定的數額 這個明顯是個穩賺不賠的生意 投行自然非常樂意 於是阿諾特就找到了三家投行 分別簽署協議進行股權對度 三家投行簽署的規模為愛馬式發行股份的17.1% 那你就會問阿諾特為啥不拿錢直接去買呢 就是因為一旦買了5%就要公告 那人家就會做防範動作 這樣你就不好再買了 到2010年10月22日的時候 兩家投行一共980萬股的協議到期 在第二天 阿諾特立馬就向法國證件會披露了 我持有愛馬式的股票 超過了5% 當天的報道還沉浸在震驚於不知所措之中的時候 10月24日 第三家投行的協議到期 剩下的300萬股又順利收入囊中 此時阿諾特在三天內就拿到了愛馬式17.1%的股份 再加上之前的4.92% 現在一共持有22.02%的股份 愛馬式的反擊 雖然愛馬式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但100多年的家族企業能夠屹立不倒自有其非凡的手腕 12月23日的時候 愛馬式家族裡的52名成年家族成員聚集在一個律師事務所 在會議的當天被拉到凯元門附近的會議室才知道開會的地點 然後所有的人都要交出手機等等所有的電子產品 這場會議的成敗將決定著愛馬式的未來 會議上沒有留下任何的會議記錄 只有一個結論 愛馬式家族成員一共持有愛馬式62.8%的股份 其中50.2%的股份將通過托管的方式進行鎖定 這中間的股份如果有人想要出售的話 就必須要有全體家族持股成員4分之3以上的人同意才行 另外的12.6%的股份是允許家族成員出售進行套現的 但是家族托管基金是有優先購買權的 這樣一來就最大的程度的確保了愛馬式家族成員控制著愛馬式 在2012年7月 愛馬式又控告LVMH集團 通過內幕交易等非常規手段 持有愛馬式22.02%的股權 要求將股份賣回給三家投行 而阿諾特的解釋說 我真沒有想收購愛馬式 我只是正常的投資行為 你們可千萬不要誤解我 寶寶好委屈 官司一直打了一年 法國金融管理局最終認定 LVMH購買愛馬式的交易不透明 存在欺詐行為 所以被處於800萬歐元的處罰 這在當時可是法國金融管理局最高紀錄的罰款 天道好輪迴 蒼天饒過誰呀 一向以勝利姿態世人的LVMH 在這裡吃了一個大虧 不過話說 經此一役 愛馬式也學聰明 逐步把旗下的產品進行商業化 甚至允許其非家族成員參與企業精靈 便宜的如一盒牛奶 貴的如一個愛馬式的包包 在資本的面前一視同仁 資本擴張 攫取巨額的利潤 是資本孜孜不倦的目標 下一個資本孜族的故事 花落誰家呢 敬請期待 那您想聽聽關於誰的故事呢 歡迎留言 都看完了就順便點個贊呗 感謝關注貌眼的頻道 咱們下期再見